训练 文字幕志愿者 农者 李宗人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人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人 作为再生族 佛罗门 撒基利 维持尔 是再生族 这个再生族呢 根据法经理经规定 再生族他的一生 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就是叫黄汉期 换腾 就是换食 就是换食经经 就是吃饭吧 换食 大盘前的换食 这个时间呢 大约不是清少年时期 大约在十岁到二十岁 就是要把他送到这个 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南朝国家的国家 东西就转期出家 每个人你的一生都要已经有这样一个短期出家的阶段 要送到一个佛罗门那里去啊 去接照这个鬼陀的教育 宗教的教育 我想这个南朝国家的短期出家肯定肯定有关系的 这个时期啊 对每一个佛罗门来说 对每一个再生族来说 在他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介绍这个环境期啊 你这个人将来啊 你可能就会被教育一生族 你将来在社会上啊 人家瞧不起你呢 因为你没有介绍着这样一种道德的宗教的 一种良好的社会教育 就是一种道德的教育啊 你是一个不可靠的人 你是一个没有品行的人 你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就是你是一个在信仰上 在道德上是不够端的人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时期 就是要学通知识读读读读 那第二个时期呢 第二个时期是 这个是家住识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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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三种责任 债 就是人生就是一个负债 就是一个凡债 嗯 这个好像 好像基督教也有这个说法 有没有这个说法啊 基督教也认为人是 赎罪 哦赎罪赎罪 我们在祖宗啊 搞掉了什么元贵 结果呢 结果啊我们都要为他赎罪啊 那佛罗门 佛罗门的教呢他认为这个 作为每个就是再生族的成员啊 我们都富有三种责 这个第一种责呢就是 对先生富有学习毁佛之责 对先生啊 先生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这一份 宝贵的财产就是赐毁佛啊 我们有责任去学习它 去继承它 如果我们不学习它 去继承它 那我们就是不孝子孙啊 就像我们一个佛家人 我们有继承佛法 祖持佛法 弘扬佛法 仰扬佛法 他那就是不孝子孙啊 这个是第一种责族 第二种责族呢就是 对诸神富有祭祀之责族 就是作为一个再生族啊 你有祭祀这个神灵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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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物 和责任 所以一个佛罗门 一个再生族的 他们的生活啊 祭祀几乎是它的重要一个部分 每天要祭祀 每天要祭祀 每年要祭祀 每年要祭祀 有小名的祭祀 有大名的祭祀 有家庭 有一个集体的祭 就是这个祭祀啊 就像我们现在的善空一样 善空也是在祭祀啊 祭祀说不是啊 第三呢 就是对祖先富有祭臣之在 也就像中国儒家讲的 无孝无伤 无厚伟大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根据儒家来讲啊 我们都有继承 这个祖宗的 这个什么 这个 传宗接代的任务 那你如果 不能够传宗接代呢 那你就是不孝 你就是最大的不孝 所以不孝就是三 无厚伟大 我算你绝说呢 这个是最大的不孝 非常不孝 非常不孝 所以在佛罗门 他就是在这个再生读啊 他一生的三个词期里面啊 少听他就是要学习回脱 反这个再 就是 还恒期 他就是要学习回脱 以完成就是这个 对兴奋 富有学习回脱自在 然后呢 回家 第二个时期 家族期 要回家 成家立业 这个时候 大概年纪是在二十岁到四十岁左右 回家 生孩子啊 想到人间的这些 这个 这个 亿万啊 这个是 这个就是完成对 祖宗啊 我们对我们的祖先啊 尝盘 我们对祖先所为的再生 而 祭祀之在啊 基本上是 他说我们一生 要用我们的一生来尝盘 就是作为再生主啊 他要用他的一生的生命啊 来尝盘 所以这个是伯隆的叫再生主啊 就是有 三大在 那这个是第二个时期 家族期 第三个时期叫做 灵溪时 就是到生命里边去 修行啊 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的年龄 四十岁以后 四岁五十岁啊 这段时间啊 那我们一个人二十岁到 这个 印度人可能生孩子 生人少少啊 那他们四五十岁嘛 就 要退离到三年期的 当然如果从我们现在的 这个对一个人来说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二十岁到四十岁的努力啊 最好孩子也有了 钱抓了也有了 这个东西要不要你放假啊 不要贪着啊 对很多人来说啊 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作为我们理想的人生来说啊 我觉得这个 这种安排啊 实在是非常 这个 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说 这个人的一生啊 他需要一个 经历一个 世俗的生活事情 然后再走向一个解脱 走向一个 对未来生命的光摆 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 非常 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 因为一个人呢 他有一些世俗生活的基础之后啊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走向一种看脱 那么也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就会走向一种看脱 世俗生活才经历出来 然后才是在开始啊 就是因为一种出家修道的生活 那换去家庭 那通过十年 或者在十五年啊 这种零星期 那么最后就是隐瞬期 那么就是一平一搏啊 过着饮水的生活 行营流水的生活 就是过着起时啊 就是 中老一三明之中啊 然后就在那里 在三明里边啊 打祝啊 修行啊 打祝福的 所有的 就是二十岁到四十岁 他过了这种社会的生活 那四十岁到五 四十岁以后啊 他基本上就是 过一种就是 关注生命的一种宗教的生活 就是 他这个四月时期呢 就是把人生的 各方面都关注到来 四十岁的生活都关注到来 那 这个 解脱了 对未来生命的 终极关怀的生活啊 也顾及到来 所以佛罗文教的 这个四个时期啊 他还是有他相当的 这个 首先很有道理啊 嗯 非常有道理 再 就是这个四个时期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佛罗文教的 这个再生族的 这个四个时期的生活啊 我们也可以知道 看古 就是 印度的 这个古代的社会 为什么宗教哲学 那么 发达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找出理由了 你说我们现在的思想 现在这个社会很发达 但是现在人的这个思想啊 最为枯竭的时期 现在可能是一个人最不发达的时期 固执越发达 人的思想啊 就越不发达了 因为大家 比如说 现在的社会 分布不分布啊 现在的社会 是很分布 但是现在人的思想 复杂不复杂呢 我们也可以说 人的思想非常复杂 我们也可以说 现在的人的思想啊 可能比以外 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单纯 怎么说呢 可是现在人 单纯到什么才能 他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 就不要去 就是 就是所有的教法都围绕着断神 你说这能不单纯吗 所以现在人的想法的 就是 社会非常发达的 很发达 物质非常很丰富 但人的思想就是非常丰富 那所以出家人的生活呢 终归还是要推到一种 自然的生活 所以在我们讲到 这个佛罗门教的这些圣书里面啊 除了 传书 除了奥义书 还有一部书叫奥兰诺书 就是 森林书 森林书里面就是记者一个人在 就是在这个 顶顿旗啊 就是顿士旗 林书旗啊 整个样都已经一种 收到了天国 对 有关 就是他们的规定 就是 那 这个佛罗门教的 这个四个词题啊 我觉得 这些东西 我们有时间啊 也非常好研究研究 我觉得 真的很有意思哈 非常有意思的 嗯 当然 就是研究了 不是去当佛罗门了 啊 嗯 嗯 嗯 那还有呢 就是关于 就是主宰神的信仰 关于主宰神的信仰啊 主宰神的信仰啊 主宰神的信仰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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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神主啊 这个 这个神主啊 也在不断的变化 就是说 从神主产生了 这个 大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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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大幻天啊 然后呢 这个大幻的 本来是 神主的神啊 但是后来 这个大幻的地位呢 它就 起待了 神主的地位 嗯 就起待了 神主的地位 但是再来 印度的 从奥利苏 凡族以来 就是 它这个哲学的发展 它有两个线组 就是 有两个线组 一个是走向一种民俗的信仰 一种民俗的信仰呢 就是把这个 最根本的解义啊 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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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继承了这个 这个道主的思想啊 这个道主呢 就是以一个善意 以一个 这个人格神 作为存在 那么这个人格神呢 就是从 原来的孙主 到大幻天 这个大幻天 我们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 这个 这个佛教的经典里 经常都会出现呢 他时不时的就 请 请佛陀说法 到佛陀那里听法 那 这个大幻天 在佛罗门教里面 他是最高的神嘛 他为什么要请佛陀说法呢 他说 佛陀啊 我这些臣民啊 因为大幻天 他自己觉得 我是 这些人都是我造的 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 就像这个帝王 普贤 普贤之下啊 莫非完土嘛 这个 这个 所有的人啊 都是我的臣民啊 都是我的儿民啊 这样的一种 一种 这种慢 这种慢 这种慢在佛教里面叫做天慢 叫做天慢 那 可是呢 这个人世间的人啊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实在难以管教 大幻天时常觉得无能为力啊 觉得教化不过来啊 所以呢 他就 这个 请佛陀慈悲 这个 帮助他 教化教化 他的这些臣民啊 所以我们家 二汉经里面 经常就会出现这个 大幻天 大幻天 请状法门 请佛说法 那 那这个大幻天的信仰呢 后来到了这个 就是 就是 又到了后来啊 就是 到了这个什么史诗的时代啊 又出现了 就是 三位一起的神 就是 大幻天 还有就是 叫做 什么 叫做 比 比圣奴 是佛 三位一起的神 你看 就是 大幻天 当然 在幻天 幻天时代啊 他的地位啊 是最高的啦 就是最高的神啊 那后来呢 因为 这个 这个什么大幻天啊 跟他的女儿啊 怎么发生了什么 这个什么 什么关系啊 不正常的关系还是什么啊 结果这大幻天啊 在印度人呢 他在崇拜什么啊 他的地位又下降 所以到了印度教的时代啊 他更崇拜的就是这个 师婆 还有比圣奴 比圣奴 比圣奴在佛经里面就是相当于 就是 什么 师 师婆就是大幻天啊 还有什么 什么 韦罗仙啊 什么仙啊 那个神的地位啊 在这个印度教里面 他们也不断的在变幻 不断的在变幻 你否则这个神的地位最高 你否则哪有 那个神的地位最高啊 你否则哪有 他还可能 人看上了哪一个神啊 就让他的地位最高啊 这个 你通俗的信仰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首相德学画的 这个 幻果啊 作为宇宙人的最高的言语 本言 存在啊 然后由这个本言呢 反正 就是 世界 那么大大的存在 但是他是作为一个眼里存在 而不是作为一个人格的神存在 所以奥义书呢 所以奥义书呢 就是讲呢 他其实是慢慢的手下定在 哲解的眼里的这个意义上 他是比较 这个倾向 就是在 比较倾向独神论 但是呢 独子呢 他又有另外一个路线就是 就是你这个 这个一个独歹神啊 大幻天 作为 就是 创造万物 主宰万物 那 当然 因为作为民众的 普通民众的信仰啊 他还是需要一个很继续的神 比较好 你说大幻天这种言语 这种最根本的言语 他是 他是这个产生这个宇宙和人物的本源啊 这对一般人来理解还是困难嘛 所以还是不容易的 在信仰上来说 他还是没有一个着落点啊 所以普通民众的信仰他还是需要有神 而不是无神 无神 无神不行啊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为什么观音菩萨的信仰啊 这么 这么流行啊 影响这么大 他还是需要一个一个菩萨 他能够随时能够解决我们人的问题 就是有求必定啊 你说什么问题 要靠自己去解决 不行啊 这一般人不行啊 一般人 他们达不到这样一个生命的处置 普通人他还是要寻找依赖 所以我们知道信仰 信仰就是寻找依赖 就是 一般的宗教信仰 他就是要寻找依赖 因为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而只有那种非常高级的宗教 对一些上一个历史的人啊 他的病啊 才不会建立在最自我生命的 肯定的基础上 像那种禅宗的祖师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战术是有充天制 不向古人行处行啊 我就觉得三次诸佛历代圣贤啊 都不犯在心上 也 那不是一般的论 那就是佛教的一种自立的思想 自立的思想 发展到一个极高 高度 的一种表现 那就是禅宗的一个祖师在祖患的时候 这个文殊菩萨现成人 这个一个文喜禅师啊 这个文殊菩萨会在这个祖患的文件上 他就拿个祖 他说文殊菩萨是文殊 文体是文型 你来找我干什么 所以这些祖师们呢 就是说 当然你们听的时候 肯定可以到大便那里去 可能会像个小标啊 就是说一个人他的生命啊 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境界了 这个就体现出他的一种自我 一种气候 一种成就 对自我生肯定的认可 对生命啊 对自我生肯有十分的 这种自信肯定 他才能到 受死吧 别人所不能用受死 相反的 我们普通的民众都是随大流 我们要知道社会上的百分之九十五的 九十九的 人呢 都是没有思想的 都是随大流的 只要你说得大声 就有人听 不管是对还是不对的 他们听了之后 也不知道你讲的道理 这个 究竟是有道理 没道理就知道人是 你看我们之类 连华联盟有那么多人 他也就说这个道理了 所以多数人是没有思想的 多数人是没有思想的 大家 是讲到这个 这个 这个定度教 就是佛罗门教 佛罗门教 就是 这个关于神的信仰 对神的信仰 那么这个神的信仰呢 跟西方的 基督教的信仰啊 上帝的信仰啊 还有跟 伊斯兰教的 穆罗门教的信仰啊 还有他的相通之处 那么这个神格 从这个神格啊 他的品味上来说 他们究竟有没有高低 在德行上来说 他们有没有高低 那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我们就要 包括对圣经啊 对这个 对这个 土南经啊 对 赐匪罗啊 奥利书啊 这个 佛前范啊 这个啊 进行点子 进行研究 进行比较的研究 你才会知道 他们在神格上 神格同样是善利 其实他们在神格上也是有高低的 大凡天 他是一个神经 那第十天呢 那地环大地呢 整体都不一样 你看一下 儒太教 原来崇拜的这个 那个 那个 跟后来的 这个基督教的这个 这个上帝 就是一个神 是不是说 还是从一个地方的神 竞争为 就像一个 一个县啊 一个政的这个领导啊 后来呢 由于他们努力的关系啊 结果后来就达成国家主席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东西啊 要研究起来啊 真是很有意思哦 非常有意思 一种宗教的存在啊 常见到流淡子 有那么多人信仰啊 这些圣灵啊 这些神啊 其实还是有人 只是他有没有这么大的作用 这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他们都是有这个 宗教体验啊 作为基础 就是包括这个法人工 这个像 像李永志啊 他讲 那种法人工 在观想 法人 想在想 法人就是不来的 你们说 他们在 那些庆祝在观想的时候 会不会实现法人啊 对 对 那肯定会嘛 你观想 你观想查病 你观想这些庆祝也会啊 不要说法人 那李永志告诉他 这个法人是我给你们安装的 所以这就是欠然的技巧哦 那一法人哪里知道的 那怎么会一观想 观想再观想 一根法人出来啊 那李永志告诉你 你观想法人啊 这个法人有顺转有逆转 顺转的时候啊 他能够把这个 集中的精华啊 都吸烧病啊 你这个逆转的时候呢 嗯 他这个能够把你这个 身上的一些奪器啊 一些不好的人都排出 排出出气啊 你每个人都这样的观想 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啊 他说 这个李永志提出一个理论很有意思的 我们一般人说 人炼功啊 这个李永志说 我这个法呢 跟以瓦文法不一样 我这个法是 崩念人 就是说 你这个练功啊 你平常你要练啊 你才有功啊 可是我这个法 我不要练 我这个法人 甚至是四个小子啊 法人常断啊 他会自动的在断 在断的断的时候呢 你的功也就不断的在 在伸展 那你这个伸展 那个功夫哪里来的呢 他就告诉你们 这里面就有一个 有一个技巧了 他说啊 修在自己啊 公在师父 你们修呢 你们不是说这个功 你们能够修得出来的 官生叫我师父啊 我李永志给你们功了之后 你们才会有功的 如果我不给的话呢 你们再修也没有用的 我想的这个功就像 那个大队压子副书记的那个功章一样 盖一盖功章 你就想说 你这一盖证明才有用 如果这个功章不盖呀 你就没有用了 你看这一招厉害不厉害啊 啊 我们是不是在一个人修行嘛 当然你做 如果真的你做这样的一种地面 你在想着啊 他的确 我想的 这个 如果做这样的观想 我觉得在修行 那他还是会有效的 会有所应的 绝对 因为从佛法的这个地界围经所造啊 很多都是那些观想 人做什么样的观想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境界 甚至就会出现什么样的能力 人的心完全具有这个力量 自行一处无事不断呢 很况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无穷无尽的潜能 就是当你把心关注下来 做这样的观想的时候 这些都能成就了 但是这种成就完全是你自己观想出来 而不是说外在的力量啊 但是如果没有一直过国教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观想的道理 这个人说 李宏志就有限迷的机会了 他告诉你 功在师父啊 你们这个展功啊 你们这个展功是怎么展啊 是师父给你们功的 你们才能展 师父要不给你们功 你们这个功是展不起来 这就是很高明的 如果功是你们展 那你们展就好了 还要我柳文字干什么呀 因为不需要我了嘛 那我现在造成你 这个功是我给你的 你才有的 那既然是师父给我这么多功 那我在修行上有这么多成就 我对师父啊 实际上要感恩戴德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柳文字就把自己扮演成一个 无所不能的神啊 他说这个佛啊 有祖佛 有父佛 这个实际上世界有很多佛啊 有祖佛 我是祖佛 像释迦皇帝佛啊 那些佛啊 都是佛佛 那他还寻求一个主意识的 复意识 他说呢 这个印章呢 宗教的修行啊 都是在修复意识啊 这个复意识的修行呢 它是有很大的 带着一种 带着一种复生的成分 比如说那些气功师啊 他们都是一些复生啊 复生就是福里复在身上修啊 就是你这个功修 这个方向都不是你自己的 他就要复意识在修 可是我这个法来修 就是一个千古未有的 一个修行的方法 这个我修的是主意识 这个是别的 是没有的 反正这个柳子的不说八道 他只会尼早很多人 可是你认为尼早的根本就不懂 哈哈哈哈 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有点准备 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有点准备 这个有写了一些这个 这个叫法轮功仪作教 像我们英文明朗国县 学到下一集会发表出来 就是他就是真是赚了很多控制啊 就是 胡说了 神经就是胡说八道了 就是这些我刚才讲到的这些神啊 就是一个人通过观想的力量 他都会或者修禅定的力量 他都会跟某一些神 他在宗教中都会有这些体验 但是这些 他所体验到的这个神啊 究竟是不是像 这些神所宣称的那样子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个啊有一些巫婆啊 什么造大神啊 夫妻啊 他请来的一些神啊 他就宣称我是观音菩萨 是什么啊 其实他都冒牌过啊 不是真家伙啊 但是宗教的很多体验啊 其实他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所言的说你在观想中 就是因为人的那种心灵的境界 它是不可思议的 在你观想中啊 随着你的心念啊 在修行啊 心静下来之后啊 你的整个视野啊 你的整个认识啊 你们就被接触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 你没有相当的宗教的支持啊 那你可能就很糟糕 你可能就很危险 所以宗教的体验 心灵的体验 跟你不是好玩的 你要是没有正确的知见之道啊 你很容易就走火入魔啊 很容易就出问题啊 所以修禅病呢 他也还调理这个 国法的教理为基础 肝病也就是不叫特有的东西 官病还叫之间 不是说一个人有体验中的好 体验还有证 这个 邪照还有 还有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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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 证的 他只有体验中的好 人啊 就是因为他有好习心 有一些特殊的经验里面 他就不得了了 结果就出问题了 那下边呢 就是 在地神奥律书 为佛奥律书的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呢 就是出现了 就是 很多哲学的流派 这个哲学流派呢 正统呢就是六派哲学 反反统呢 那就是六四外道 就是三门集团啊 反反统呢就是六四外道啊 三门集团啊 那如果根据印度佛教史啊 从印度 印度宗教整体史来看呢 就是说 他们认为 印度正统的 他的整体宗教思想就是六四外道 那么 反正统的思想就是三种 一个是佛教 一个是秦娜 秦娜 秦娜教的道主大群呢 他生的时间 他出生的时间也跟释迦毛一样 差不多的一个时间 活情里面 记起来的最多呢就是一个泥垫子啊 老秦外道 身穿的衣服很漂亮 就是天衣啊 就是不穿衣服 我觉得这个天衣这个名字很好听哦 就是以这个天啊 作为他的衣服嘛 不加衣服 所以他没有两派一派就是白衣 白衣就是穿白色的衣服啊 那还有一派就是天衣 天衣派 天衣派就是不穿衣服啊 那佛经里面 刚才这种记载啊就是 非常多 就是 经常都会有一些离间子啊 去找佛陀啊 变恶娘 这个 非常多的 那还有一些就是圣识外道 圣识外道就是代表的维吾论 就像现在的维吾论思想这样子 那如果根据佛经中记载呢 那么一旦记载出去 残识现在就是六师外道 和含冰明这样子 那他的表现在他的思想上 就是六师的见 六师的见也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讨论这个世界啊 人生的问题 生命的问题 灵魂跟生命体的关系 讨论呢 像 这个世界的问题 体秀啊 有边 还是没边 还有讨论经济关怀的问题 比如说 这个卢大 死后的时候 灭塔的时候 有还是没有 还有呢 就是讨论这个世界啊 到底是隐神的 还是断灭的 这两种无禅的 禅和无禅 这个无禅不可以作为 像我们的国教所说的无禅 它是主义这种自定见的无禅 和自定见的禅 那延识的生命观 它叫百多 所以国教跟外道啊 其他部教的思想 它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不同的思想 就是国教的一起的理论 这种是在延曲 延曲论的基础上 在延曲论的基础上啊 生命这种无禅的延续 这种无禅的延续呢 它是非常 非断 不常之断 相似相细 不常之断 那我们平常的宗教啊 还是常人嘛 我们的思想 都是过于两边啊 不是禅见 就是断见 都是永恒 就是 真实如真面 所以 宗教嘛 一常会去永恒 我们世俗的这个学习啊 唯一问啊 它就是那种断灭论 所以 佛教原理的宗教官 它叫百多 不禅 不断 不生 不灭 不来 不去 这种 天线 天线 那我们就是说 说到这个 印度刚才的这个 思想啊 就是有 就是 六派哲学 这个六派哲学呢 就是我们大家 因为这个每一派哲学啊 从它的每一个 这个派结的起源 一级经典 每一派都有它自己的 一级经典啊 那还有呢 就是有它这些 不要思想 就关于这本书里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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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团下印 老法师的 这本书里面呢 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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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祭祀的中心 那这是一个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就是声音啊 是禅的 声禅 就是声音啊 就是人的这个声音是禅 就是禅住的 是永禅住的 因为这种声音是永禅住 但是我们在祭祀的时候 才能到把我们的 发出了这个洗澡的这个声音啊 善达天心啊 善达天啊 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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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个 这个民伴他派啊 他非常重视祭祀 但是他的思想呢 有点非常奇怪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祭祀不是为了好好神 而是呢 他这个祭祀的这个行为的本身啊 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修行 通过祭祀 将来就能够成为神 神为什么成为神呢 原来也是因为通过祭祀的 那现在呢 你要想要成为上帝 想要跟这个神啊 达到一种反复合理啊 你通过祭祀的扫子啊 这个音啊 将来啊 又会 又会 又会得到成为神呢 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 当我们一个人在祭祀的时候 神怎么有没有神存在 就反而不重要了 关键是要你要认真去祭祀 耶 祭祀的本身 祭祀的本身 他就是一个词品 神的一个重要文字 一个草惯 反而神的存在 反而是重要文 这个诗教也蛮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也是从业的角度嘛 就是因为你道业嘛 所以对这个祭祀的这种美学啊 它显然持起一般的宗教的 祭祀的含义啊 我觉得它不知道高了多少费人 那第二派呢就是叫 毁禅说派 毁禅说 毁禅说就是奥利书啊 这一派呢 它重点就是你 你不要自己奥利书的 这个 反我思想 反我毁禅的思想啊 为一 他 他不要义离 以奥利书的思想的前提下 才认识的修行 才达到这个的理解 那第三派呢就是素论派 在我们所经里边 《维祀》啊 《经划》点击里边啊 最常出现了两派 就是素论和圣论 素论和圣论 素论和圣论 这个素论派 它是属于 是不是建立二言 如果说按奥利书啊 它是属于义人的思想 就是反我义乱 是义人的思想 可是呢 这个素论派啊 它是属于二言论的思想 这个二言论就是 由自信而神武 自信而神武啊 神武二十五帝 帝就是真实嘛 自信就是以奥的 最初的最本源的段階 因为这个宇宙的本源 因为这个宇宙是本源的段階啊 它跟我们的这个生命体啊 就是神武啊 生命的本源啊 宇宙的本源 和我们生命的本源神武啊 当它在结合的状态下 结果呢 又出现了这个宇宙外人 结果又出现了宇宙外人 二十五帝 那在佛教里面 也有类似的思想啊 你讲说 这个 因为 这个真武和无始无明 真武和无明的结合啊 所以呢 现在就有 一念不觉 三三一 性戒为言 长六出 那 但是不太一样了 在宇宙的两个东西啊 它是 哈斯豪 科子仙 哈斯豪明星仙 这个 这个 就是 就是 往往很难用一些 这个 小面上的见仰 一些概念上的围统呢 就是 这个 这个就等于三个 这个思想就等于三个思想 而这个是 素论 那第二次呢 就是地杰 地杰 地杰 这个杰派的特别呢 它就是重视呢 关于 禅定的修行 关于这个 禅定的修行啊 因为 因为这个 禅定的修行 是使人啊 冲向了神 和这个 王啊 和 就是 王啊 融为一体的 一个 第二个草段 禅定是使我们人 超越这个 现有的生命状态的 一个第一 要经过的一个 重要的草段 禅定的修行 其实使我们人啊 违回到生命自我啊 超越现实的 亿万的一个重要的草段 所以 禅定的修行啊 在宗教中呢 它是具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 在佛经里面讲 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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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万四千万 法能无量的功德啊 都是通过止观而产生的 我们的佛头是在 普及俗价 悟造 悟造就是通过修禅定 而印度的一些宗教的修行啊 它基本上都是有通过这个 止观 禅定的修行 而我们现在普通的一些宗教啊 它不算能够像 比如说像基督教啊 或者民间宗教啊 就是说 他们能够在精灵上 起着一定的感应和突破吧 别人都是因为有这个禅定 作为基础 比如说他们如果提早啊 他前程的起早啊 他本身就是一个人的 就是在一个人在前程 起早的这个状态下 他也会使能够得禅定的效果 也会使能够得禅定的效果 他不然虽然像基督教这些 他没有那种非常明确的 一些禅定的修行的方法 但是禅定的 的确作为古老的印度宗教啊 他几千年的流传过程度 就是早期的宗教啊 发达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 就是因为禅定的关系 就是那些在真无能啊 在生命里边啊 通过理想啊 所以他们才有的各种宗教的体验 才有的各种宗教的创立 所以作为我们一个协服的人来说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禅定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禅定的力量 我们很难超越我们现有的这些欲望 现有的执着 我们很难超越自我的生命 所以这一个派 这一套亚教 伊邪派 对 她在这个禅定的读情上 就是她的这个 她的这个 她的一套 你看现在印度也还有伊邪啊 这个印度的伊邪啊 他们有动工也有进工 他们用他们的一套修行的方法 学完在厦门的时候 还有一些欧洲人 他们到印度去学一学之后 然后就发行 然后世界各地去传乎一学 他们很多动工也蛮好玩的 现在社会上也把他毕竟 把他毕竟用这些动工来 来达到健身美容的效果